大家訪問一下 上面的一些 我一套說什麼 說台北有很多 那我今天去的 大小小小小小小小 套區剛才 這次 我們現在會喝 來喝 我也給他一個 不過這個 你也不太 我會把他 那個 所以大家 雖然這幾個 不少 我會 打開很久 好 那我們就 我們就這次 開始 首先我先介紹一下 先會想問一下 第一個 我們會 所動態就是說 MVC的配合 在那個問題 對我 我們發的問題 他負獻 給他做的 還有 他這樣 發展 第二個 我們會介紹 對我 還有 他的 警察的 我們會介紹對方 另外 我就是 介紹一下 問題 他的 他方的 其他人 他方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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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 我們會 介紹一下 Wiki Wiki 那我們會介紹一下 老實說 Wiki Cardone Wiki的 Playbook 推行 很困難的原因 就是在於說 他的說明人間非常的上 所以 很多東西都必須要自己 去試 自己批刷 那官方的部分 因為 所以自立說把Wiki最整套飛沃者做得更好 所以他們沒有益力來做這些Hugging的工作 所以大家就先等 讓官方照顧到時間的時候 我們來跟Wiki的飛沃者會的行為 那之後呢 我們會簡單的分析一下 Wiki它有哪些誤點 哪些缺點 任何一套飛沃者都不會說 它還是有它的缺點存在 只是說我們為什麼會選它來做開發的問題 然後呢 我們最後會提供一個 完全用Wiki開發的專案一套專案 結果繼續 首先 我是第一次參加這個 應該說是第一次的 我不知道我去看 那我在這邊就先自己介紹一下 我叫做ITMOTO 那個 如果大家上Google上面講話 通常都會問我PC說 你家是去賣珍珠的 因為有一家日本的珍珠廠商就叫做ITMOTO 然後 取這個名字只是單純的 因為 國中的時候不懂事 那個 我 我喜歡的一個插畫家 他的姓氏幹嘛 就用這個字 好 那我就把案碼來當作名 那 我不曉得說 後來才知道 喔 OK 原來真的有這一家公司在那邊做 所以 如果以後簽證到法 我可能要改成 我是現在是中擔支館的學生 好 那 畢業制度以後還不行 因為 畢竟娘不愛 沒有教授願意收 所以現在還在 還在找營業專輯 如果大家有什麼 好的ITM 或者是 黑道順利畢業專輯裡面 可以貢獻分享 好 另外呢 我現在在庫國資訊 擔任中環部 分工師的 技術部門 那 這一家公司 我稍後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也是這一次 OSTC的 那個 小小指導的 比不上一個公司 好 那 因為 因為 是 請公駕 又公款 所以 有些事情不能做 大家諒解一下 OK 然後 我的興趣呢 在於 公建導項 領域的研究 軟體工程的研究 像一些 軟體工程 大概比較常知道 就是西人回台 嘛 那也是一種 能力之類的 然後呢 另外 就 打理打雜 做一些 軟體工程的研究 那 寫到最後 我發現說 OK 我還是比較喜歡 不用教授 聯繫家家 因為 簡單不麻煩 寫水 會 有潔癖的 我不能忍受 這樣子 OK 那 最後呢 想不出來 就是說 喔 那個 因為 就是 有一些 長輩告訴我 自我介紹 一定要講一句 齒紅狗 他們想記住我 OK 我在想不到 所以 好吧 我就說 我自詢成為台灣最窄的 因為 因為 我非常 喜歡 那個 動脈 非常喜歡 練習 非常喜歡這些 那歡迎大家 如果在我們中間到 你們可以跟我討論 好 除了軟體之外 我們 大概最善 就是這個塊 那 我老婆 每次都罵 我只會 有一些 會那些 有的沒的 然後 真正食用的東西 都不會 家室有 做菜 那整天只會 看這些東西 我就跟他說 沒辦法 你要知道 男人節目以後 是非剛才 OK 好 我們現在 從第一項開始 先介紹 VC Pattern 他在整個 Web的 Fightation 當中的發展過程 那 基本上 我原本是想說 OK 我畫一個時間領 然後把 大概出現了 直接標下 後來我發現說 其實有這些時間領 上面有一些生意 所以我乾脆就不飄 那另外我會把 相信的 Fightwork 他們類型 可能會有 歸類一樣 我把它用 同樣顏色 標示出來 我們都知道 VC Pattern 早已 在很久很久前 Sumotope上面 已經有出現過 那 到Web的Fightation上面 的應用 是近年來的事情 比較早些 我們Web剛出現的時候 大家都是 摸那個HTN 純的HTN 也沒有什麼變化 也沒有什麼 大家就想辦法 把面板調整 把它變得更漂亮 如果早些有做過 網站 有很多都知道 那 可能大家整天都是在比 網頁版面的邊臺漂亮 顏色漂亮 那時候 幾乎 層次設計師 沒什麼插手的問題 因為 層次設計師 對於這個本來 就比不上 那種有設計師 那層次設計 唯一贏 或者是設計師 比如說 HTN有扣 我還多了兩碼刷 這樣子 我可以幫你改 但是我沒辦法設計 後來呢 HTN有慢慢的 開始有一些分工 開始做了一些眼鏡 就是 眼淚到最後 像微軟 你看看的時候 就推出了 i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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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說 好 我要 比如說 今天 我舉例來講 今天像 Toshiba的汽車 它每一款 它 公司 它生產 十幾款 二十幾款 汽車 還不包括以前 那你如果說 要通通為這些 每一台汽車 做一張網頁 光維護這個 你就會覺得 這是很累一件事情 那慢慢就會有 動態的需求 我只要做好一個 Toshiba 一個網頁 裡面的資料 我會動態的抓取 後段的資料 之類 這時候開始有動態的專頁 那 SD跟JSP 差不多都是同類型的 他們都是 Scrib的式的 在前端之前 那時候也有流行 所謂的VB-Scrib 那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那到後來呢 我們從Strax 也變到 這個 我們先講Strax 到後來呢 其實這部 一上面一個 很重要的 可能是 Strax這一套 它有可能 理系配合的 Modalware配合的 這個 framework 可以提出來 那時候 大家 因為大家用 公開的盤 那我相信用過 用過Scrib 或者是現在還有 WASP 寫網頁的 都會知道 當你這個 整個狀態寫好之後 你不容易回去再圍錄 或再修改它 因為很多東西 你簽一把都很真 你可能一改日 幾十幾二十幾 那往往專案的時間 不允許 往往 會有其他的寫字 而且 最重要的是 可能這些常常看到 什麼設計師 整天在後面 那開始呢 NBCPlaner 就被重置 因為如果 我把 Model Viewer 跟Console 切開來 三塊切開來的話 整治設計師 只要focus在 Model 跟Console 的部分 把前端頁面設計的部分 交給 我們的網頁設計師 或整治設計師 那這是理想化 目前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一套 任何玩玩整體 來實現出 這樣子的一個構想 但是大家都是朝著放下 這樣子 那第一個提出來的是 Squad 它用了一些方式 把這個部分 把它也切割出來 雖然說不是很完整 所以你會陸陸續續 還有不是在提出新的 回覆出來 第二種呢 是JF ASM 跟ASP 其實ASP 提出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 蠻眼神的 不是因為說它 背後的 背後的 語言機制 或者是 Stand with Squad 之類的 都是交往相關 我發現它那個 當類的 本身的一些 網頁設計的架構 它們也是 跟JSF 是有點類似的 但因為我基本上 我對JSF 不是很免興趣 我剛剛有講 我這些差異跟有 所以我沒有去深居 那當然 ASP單位也不在我身邊辦 之後呢 我們CFASM 請跟Wiki 出來 基本上CFASM 你是一套 2006年被票選 為最佳的 可不可以 開發工具 那 這一套呢 它目前 新版的 新版的狀況 據說非常不錯 而且 可能跟Wiki 變成是一種 早期呢 Wiki 提出來的時候 變成是說 它被 它被有一些人 笑說 它是Tapacity的 可不可以 他把Tapacity的 扣拿來洗 改一改 那新版的 Tapacity 提出來呢 它又被加了一句 它說 Tapacity 現在的發展 可能是把Wiki的 下坡的程式 拿去改一改 之後 所以基本上 這兩套的 觀念性很強 那 它們各有優缺點 那我們之後會說 OK 它們的優缺點 可以 我們現在先一步一步 細步的描述說 OK 我們當時的 不是什麼樣的 一個狀況 早現在只有HTML 的時候 那時候 甚至連JavaScript這些 都還沒有出現的時候 我說 它是一個美好的 應該是因為 程式設計師的 Loading非常的輕 而且 根本沒有什麼 出錯的需求 對不對 只要一些Tag 圖片 編排 最大最大問題 是那種 沒有標準 老師不能對情 所以我們老師在調那些東西 那幾乎沒有什麼其他工作 所以沒有什麼Tag 沒有什麼Model 只有單純的製作 那是很美好的年代 不用出錯 基本上它的模型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的文化社跟我們的衛生的藥 那其實它單純的只是 侵害我們自己的製作 它就只有製作 它沒有什麼製作 然後到了接下來 動態無變的部分 包括HPM、LFD、DHDR 這一些呢 其實那個年代呢 如果知道的人 都會知道就是說 其實當抗爛的年代 在講什麼 所謂的文化 那時候 其實就是在這個年代 那個時候動態無變成生 Squitter 你要 它現在用的Squitter 那時候也有AZES的 一些雛形的 只是AZES到現在比較弱形 那其實那時候AZES的雛形 對於做製作 很貼近 那在那個年代呢 因為Squitter 那時候的步驟 我們有一些動態 我們連 然後有AZES的雛形 然後呢 其實呢 它那時候 還沒有注意到就是說 你在Coding過程當中 或者是你做的照樣能夠 你會面臨到什麼樣的 所以那時候 就單純的把這些 都寫在一起 一個NSP呢 就是一張網頁 那一張網頁 你包含資料 包含什麼 然後 如果我有幾張網頁 都寫什麼NSP 這是早先的做法 那當然慢慢的 後來大家會開始 所謂的模組 挖頭髮切方形 切什麼東西 那是真的 那真的 真的 那個 我可不可以稍微講一下一下 因為NSP其實是很後期的 在那漲節動態 我還是用PERM 哦 是 那當然 年代比較早是 沒有錯 那我今天沒有探討高 那麼深入 我只是想說 大概就有一些方向上 我覺得 PERL它在 web 第一個動態 產生web的程式 是我承認 沒有錯 OK 那那個 後來呢 我們剛才看到就是說 剛才的 Libre 跟Model 統統合在 一支程式裡面 那其實剛才 如 那些先生講的 早期 在PERL在處理的時候 也是類似這樣 後來 還慢慢開始 先取分 那到後來呢 這個是已經 已經是 進了幾年來的事情了 NBC開始受到重視 因為大家發現說 如果說我又一支程式做完 做完所有的事情 我寫程式很快 嘻哩咕嚕的 幾天之內 我都把這幾個風格寫了 可是到 可是日後的除錯 一定要花一兩個單去找路 一定要花 然後寫了一個實力 才會幫我正式搖擺 因為你要做車子 你要做什麼 你可以拿去拿去 而且到時候 老闆可能常常跑來聽話 欸 對不起 我會請我 這個 我覺得這畫面不滿意 我想把這個Table縮小一下 我想把它給你拿去拿 然後 你就 開始一個投量 然後發現說 這個通道是給你 通道給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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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開始 那種風格就開始產生了 我相信在座各位 很多會有很多 的經驗 所以NBCPatron 才可以提出來 NBCPatron 其實 我比較熟知的是 JVE的理由 他呢 這幾年比較起的、比較出名的大概就是STARS、JSF、AFFAXE等一集 之後我們會AID給一個很多比較 那到了這個時期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的3塊 我們的NPC3塊 基本上在CMWI給錢出來了 真正開到SS到的其實是Controller的部分 那Controller會去遞送這個VIO 跟負責組織的發作之類的 那我今天沒有看好我們的生物部分 那另外要順便提一下 就是大家在現在的模型 所以就順便順道一下 其實AIDES呢 就簡單的模型上來說 當然它分現在的流派很多 也分得非常的細 簡單的模型上來說 它是把Controller建在前端 然後又利用Controller的部分 幫你抓一些資料 來做一些處理 然後添付一些 那其實AIDES有它的優力 有它的缺乏 所以我們如果將來有機會 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 那為了回應我們剛才那個TAC的標題 我們先來講一講 NBC呢 它第一次發展中 第一次遇到的困難是 就是因為呢 ZSF 或者是我們的SF 當年呢 它提出了它的那個構想 它想說我以拖拉元件的方式來開發 但是呢 它沒有呼籲到就是說 其實呢 程式設計師呢 對美工的看法和美術能力不太一樣 好 待會看我的實作就知道了 非常的強 對 沒有什麼能夠 好 因為我覺得 看過了一些很厲害的武術能力之後 我覺得這件事情 還是交給專業的人才出現 好 它 但是呢 ZSF跟大列它的構想 就是類似VED的開發模式 我只要把這些眼鏡拖拉到我直接上面 之後呢 透過他們的機制 透過他們的HPM的產生器 來把這些東西拖拉到前段去 另外呢 就是說 其實ZS呢 也間接的造成了NVCF發展上面的一些困難 因為 因為太流行了 導致有一些 比較沒有經驗的從事設計人員 他們會濫用ZS 也是忽略掉了ZS 它本身有一些限制 還有整個狀態的它的一些規劃架構 甚至有些狀態就是 他們 陳設計師想說用ZS去從從開發到去 結果變成所有的扛作人 都是在固在前段裡面 或者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想這種經驗大家會過 那後來呢 那 因為那一段時期其實是 大家吵得很兇的一段時期 那 到了現在 慢慢比較穩定了 很多人呢 可能會回歸到 說 民心還是很重要 對於 你一個專案的成功或失敗 其實 你的 程式法有沒有彈性 你的架構做得好不好 這還是根本 好 AzS Framework 已經有朝這個方向在裡面 他們 已經有慢慢的 有一些 那個 AzS Framework 好 他們 開始在做一些生活的 然後 當然啊 我們有很多 Web的開幕 應該有點實在那些 像我們今天要講的 Wiki 他就 有用到一些AzS 那當然這個部分 我不否認說 其實很多 開幕的開幕 在這個部分 都還是很陽秋的時代 那 不能說 像有一些 比如說 像那個 Yahoo的UI R Wook的 一些 API 做了一種 測試 但是至少是個開始 那 當然 這些 大家都 都會在 官方網站上面 強調說 會不會 這些 實作教會越來越完整 所以我覺得說 MVC HATER 將來還是有希望 會不會 然後 神典赴以後 大家會不會 想要把 跟主題都在 不然現在還會 OK 那 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MVC HATER 我們都知道說 OK 很好用很好用 什麼時候不能用 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到底有什麼說不能用 第一個 你的程式碼很短的時候 你不要找自己很麻煩 一定要有架構 一定要怎麼樣 對 然後你工程很好 但是不是用小裝網 小裝網 你可能 可能程式碼10行 20行 99自己 一定要靠用這個架構 一定要靠用什麼 我弄得好大一包 你就做簡單短暖幾件事情 殺心比較容易 好 這種裝網 我常常在很多裝網上都看見 明明就是一些很簡單的事情 可是卻要搞什麼步驟 但是其實這是一個通筆 當然 如果你有錢有錢 你要搞什麼步驟 還是可以 那第二個 第二個 是說 你當你的裝網 已經到day9 最後關頭的時候 你想說 欸不行 這樣的設計不行 你要用我的儀式 你將來你的部 才會很好 才會怎麼樣 好恐怖 這點二位一句話 老闆罵你 是應該的 不罵你 你就要悲哀 你就要慢慢做 做到什麼 OK 另外呢 還有幾點 不能用 第一個 很古老的程式語 比如說像ASP 它本身 擴充能力已經沒那麼多 你當然可以把這些概念實做進去 但是不是任何能整 那 可能你寫一寫寫一寫 到最後你會變成新的程式 基本上我是鼓勵大家這樣做 這樣我們會有更多東西可以利用 但是 如果你很享受累的感覺 成就改已經變成你追求的目標 OK 大家都來做這些事 好 第二個 欸 講的 其實這才是最更英傑的步驟 就是說 NBC真的不能用的東方之效 是在 你的EVOR Controller 跟你媽媽媽 真的無法切零的時候 有這種情形 但是我長得到 請不要連暖 基本上這種狀況發生 那我們用NBC Pattern 因為很多老闆啊 很多專案管理者 都會問我一句話 就是說 你看 我用NBC Pattern 效益在他 所以我就隨便 胡說人家 NBC Pattern 如果完整執作 請注意後面那個完整執作 我們現在講的都是在完整執作前 你的MADO Viewer Control 可以任意收換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你的除錯範圍可以縮小 OK 其實是讓MADO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控制 只要專心在你的擔控器上 你撥 你的旅館 畫面改一改 所以你快要速度變化 你看到的路程板可以很輕鬆 你看到的過程當中 不會增加太多的F 因為其實是 你在先前設計架構的時候 就把它設計進去 不會花太多成本的路 然後專案會很有彈性 老闆最喜歡聽這句話 專案彈性增加 我可以有餘力進入客戶需求 就可以收更多的錢 賺更多的MADO 所以只要講這句話 老闆就OK 好 給大家一個 連接流行的效果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介紹 什麼叫做Wiki Framework Wiki Framework 目前是APACI的孵化項目之一 原先他是一個獨立的專案 好像是去年還是經 他被規 他被APACI收納的 他的孵化項目之一 所謂孵化項目就是說 APACI他們把 像要把這個開發團隊收編進來 馬上接手 或者一起開發這個地方 那他的官方網站 基本上在這裡的地方 都可以看得到 第一個是最早先出現的獨立項目 第二個是APACI目前的獨立項目 第二個是APACI目前的獨立項目 那講到其實在Wiki前面呢 已經有Strax 或MS 已經有MJS 很多很多的Web人 等我 那其實為什麼要重新發明不可能 為什麼大家還想說 自己來 重新再造一個獨立 重新簽一個獨立 官方的說法是說 因為我們可以做得很好 那我們來看看他是不是真的這樣子 有些呢 我們講說 Wiki是不是真的把這個獨立做得比較好 我個人是覺得說 我可以在這幾個獨立 我不要喜歡這個獨立 所以我給他是肯定的答案 因為呢 幾個禮謀 第一個是說 他實作出來的框架 是NBCP的當中 保健比較完整的 不是說其他的職業 只是說像他架構上 跟他那麼完整 也都很完整的 第二個 他並不是真的 他並不是真的需要在 BHPM的擴充 加入什麼 比如像Tag的話 你要用他的TagLive去加一些Tag 然後你才要放手在外面上顯示 Wiki完全沒有 你只要保護他 這是什麼方法 你看HTN的動類 那可以乖乖拿去主力不利的 或拿去其他編輯器上面 直接開 直接開 不需要告訴 其實我最覺得最麻煩的地方就是 要交會美工而已 告訴他說 這個Tag不能動 那個Tag不能動 然後那個東西不能動 然後他們每次都會打 把這個不能動就對了 所以我喜歡的Wiki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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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這個Viewer 你可以拿配給功能 讓他們內音修改之後 回來 你還可以不需要 你還要review一下 的話可以直接套上去 不修了 不修了 第二個呢 Web framework當中 只有Wiki還有幾套 framework 它是賞入支援 Service Step Service Step 它會把一些 以遊覽的狀態 整個設備出來 其實每一套都可以做到 只是說 你的核心人要怎麼去做 這些事情 讓它幫你做到 另外一方面就是 除了它說明什麼 真不完整以外 我覺得OK 它 其實真的實力去接觸 你不發現的東西 它反正簡單上手 不會 像有些人誤會的說 好像真的 很難上手 看不開心都不做 其實真正去做就做了 沒有看 另外就是說 官方強調說 它 是reuseable的設計 然後效能 等靠性 都獲得了一些驗證這些 那這些是數據 說實話 沒有人真的有能力 去幫他做一件測試 首先呢 我想我們就針對第一項 剛才我們講的是說 HTML Code HTML Code HTML Code 在每個微博桿裡面 到底經過比較多 第一個 Struz 我們都知道 剛才我講 Struz它必須要用配合來做 如果你 如果你要把Struz的功能 加進 我往裡面去 你必須要放Pack 比如說 我們所有的Pack來文化 或者是 它的 它很簡單說 你要放一些文 一些東西 然後Pack來做 好 第二個部分呢 我現在來講說 剛才我們講過 JSF和SB 方面 它基本上 它是用原件拖拉的方式 來做這個 為了開拔 所以它會有一個影響 就是說 你沒辦法直接去修改HTML Code 等於是說 你的整個系統開發出來了 或者是你那個網頁寫好了 可是能不能跟你不知道改你的網路 這是 應該說這個是先天上行造成的結果 好 那所以 很多 有很多公司 之前信通過了 去用SB 檔內 然後回過頭來 就在師父問說 那個SB 檔內 我畫面很熟 然後我問我爸 他是籃子 或是怎麼樣 基本上是可以 你唸成你自己寫一個件 OK 那就 對啦 他們的架構就是自己寫的件 然後你要交換你工人員寫的件 我覺得基本上那個比工人還好 第三個呢 Aveciting 它依賴的是 所謂的Java Beam 還有它的SM的設定檔 來進行頁面的處理 雖然它架構跟VT比較接近 可是兩個 一些石座上 細微的機制上都不一樣 那它變成是說 OK 所以我有些 我還是必須要有一些設定 可以設定 好 我的整個VM的WM 怎麼開放 可以做 那Wiki這個部分呢 它把它直接放在Controller裡面 用Controller裡面 去做 OK 我的VM的WM WM 所以它就不需要任何的設定 或者你不需要加碼幣 如果你今天要開發的狀案很小的時候 你可以很快就把它做出來 因為你不需要去搞一些設定 那如果這些狀案很大的時候呢 那你更可以不用去管設定 我相信你有做過大的狀案經驗 你就知道 那個設定檔到最後 往往是難以埋伏 或者是連自己都不想去看 那到了最後 如果有一些修改 乾脆加新的HG 好 有些修改加新的HG 好 不要碰巧 你的碰巧 這是我不喜歡用設定檔案的 第三個 第三個 我們講說 為什麼Wiki的Failwork 它很簡單的應用 第一個就是 我剛才講的 Smiles必須依在設定檔 的HM 檔案 它都之間做一些接合 所以大家說 就是你要問我 JS 必須先寫設定檔 DM 那你Wiki呢 它直接幫助你的HG檔案 通過你 你基本上 它不用預設的話 你不用做到檔案 但是它有提供一些 所以它是我們設定 那 主要很特殊 我是覺得特殊 另外呢 就是說 Wiki 它很 不知道該說它好心 還是說它很激 它會檢查 HTN的Code當中 沒有Close 的Code 那其實這個是 我是覺得有點激 因為 HTN的Code 就不是那麼 S2 那它基本上 那但是呢 這個也配備而好 其實就是說 大家可能 你今天呢 要開發一些東西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你檢查 這個 要你省掉 那另外呢 我們要講到 Code Size 對 如果有做過 那個 譬如說 像 威爾佛 無負款機制 然後多無車 這種狀態 等等 大概都會知道 那些 呃 怎麼樣保持 那個 目前 User的使用狀態 或者是 它目前使用這些資料 實際上是 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要考慮很多的環境 那在那個 Wiki裡面 基本上 核心有幫你做這些事情 所以你可以很簡單的去 Wiki 它 不替換成自己想要的東西 然後可以更 應該 我是覺得安全性 更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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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 到了 這一 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關放這一句話 比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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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說 其實 就是 然後會用這些 每個人 我們都可以拿到這樣子 那 只是查 整體師 是不是很輕盈的 可以做到這樣子 那我幫他想很輕盈的 第一個 就是說 它有專程的 廚索畫面 那些廚索畫面 你可以直接在 如果打開的話 它有一個打法 很不扣 打開的話 你可以直接在網路上面 看到整形的細節 就不用到後段 趟出去 挖挖挖 行動的 挖去找 不知道 會不會再拿這樣子 那 有一些簡單 以前要選 他把他處理掉了 好 直接回應 跟這個 彈性 他有 彈性 就是彈性 我只想到說 給他很久彈性 他 NBC做得很好 所以彈性很高 所以他以為 useful的話 至於 女生的效能上的話 我是沒有比較多 但是 我是覺得 搜索 可能 直接改這一頁 會影響到比較大 OK 接下來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開始實作部分 那一種 大家也想知道 實際上 辦法是怎麼樣 那基本上我 習慣上 是搭配 搭配 畫面 然後 來做 那我這些 基本上 我影片 日後會提供給大家 然後 大家可以照裡面去做 那這是 MARMEN的 卡路走建議的 專案的一些說明 那 明天有一場 那個 在講MARMEN 這套工具 會更詳細 那這個 基本上 我們要看過去 好的 接下來呢 我展示一些簡單的實作 大家看 我首先 讓大家看一下 Wiki的 專案架構 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 其實這一般的 那個 做MARMEN的 差別 基本上 也是 抱歉 你的 資料 那我要給大家看的就是說 比如說 我今天呢 如果有 控制一個文字的話 其實 我只要在 配置的地方 建立一個 同樣名稱的 HPM 我不用寫 任何設定檔 它會自動幫你 做文字的動作 這是我覺得 比較方便的地方 那簡單的說 就是 你可以不用管身體檔 還是要一直取好 就可以 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就是說 其實大家會比較想看 就是說 CVD一定都是現場一天開始 我們 我們 課堂的一聲 需要寫接手 基本上 我們 VIKIN 它一樣是用 CVD的方式 所以呢 只要寫 CVD的這個段 你的程式就能夠用作 好 一樣 很簡單 不用 玻璃發出的一個 像 一些 一些文化 他們能夠 除了 Web SML之外 還有一些 其他的 Blucom人生 有沒有要做 這邊提到 SML 達好 好 剛剛就可以開始做了 我們 今天要做的第一個 範例是說 我們 我們都知道 CVD的 大家第一個選擇 就好 如果 已經被用了 我們就來 開玩笑 首先呢 網頁 這是我個人的習慣 基本上 你直接用HPF 沒什麼 不行 然後呢 有 Bug的地方呢 像這些呢 是 待會兒要背負 所以可以扭看 就直接讓它不存在 我們基本上呢 只是放了幾個PAT 然後加一個 SPA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你要用Wiki的方式 我只要在 任何一個PAT 不一定是SPA 只要在任何一個PAT 裡面 你加上WikiID是什麼 他就會自動幫你 抓到這個東西 把你提款給你 那我再拿你提款 我在後面加上 我直接 那個一個 他的Label 把HALO 把HALO 他那個名字是 這個 看起來 他那個名字是HALO 那個一個Label HALO 然後把他的 這是我給他的基礎 那寫在SERVER 這個部分寫在SERVER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 我在最後的段 Label 給大家看 iSPA 的部分非常好處 我 不需要 跟前段 有太多的線 好 那我們直接來討論 我直接把HALO 把HALO 直接把HALO 握住 拿HALO 把HALO 直接把HALO 握住 把HALO 拿HALO 把HALO 這就是我們組織的結構 很簡單 基本上這樣子的用途其實已經很多 有一些扣在的東西可以做的東西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再 簡介一下就是說 如果今天 可以 待會我們可以測試一下 上面下面是不是這樣 那如果我要套用這個 Pandemic的話 我怎麼做 其實我很簡單 我只要在上下加上這個 把這裡是Pand打開 為什麼要把它打開呢 因為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我們要把 這樣 我們要讓原先的頁面 繼承它就可以了 繼承它之後呢 你後來的 這個HTML Code 就會 Render的方式呢 會先去把黑人Render出來之後 把那個Charge直接伸進去 把其他東西在裡面 我怕它看到 廣告 就費對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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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抹對抹 雞稍不像 我們現在的執行機 我們這邊 這樣子 幾乎 從這邊 從這邊大家可以感受的地方 就是說其實它使用上非常的便利 而且擴充性上非常的好 那變成是說 你今天網上要操作幾個Temberley的 或者是怎樣 你都可以動態的去做訪問 或者是怎樣 以往 其實早期PHP剛出來的時候 他們流行過 就是說 比如說像一些網路區啊 或是怎樣 他們都開放Temberley的制定 或是怎樣 可是再加上來 為什麼我在這一塊上面 一直都是 沒有進的 那到了Wiki的話 他有資源 這樣有Temberley的東西的話 變得很容易去切換這個部分 那今天呢 我剛剛換到Temberley的 或是要Controller的換一下 其他的部分不用動 然後 大家就會看到 用的是Temberley的Temberley 來做任務 所以 所以呢 這只是一個舉例就是說 像 在Wiki裡面 他做Temberley很簡單 那裡面呢 你要用他的那個連接 或者是什麼的話 其實 大部分呢 都是在Controller裡面 直接做 直接做設定的話 不需要 寫任何的設定檔 那接下來呢 我們講說 如果說 好 我們檢查一下 怎麼樣去 訂定自己的 一個Component 我是舉一個Panel 來做例子 Panel在 Panel在Swing上面 很常見 那 其實Panel他就有一點像 一塊空盤的區域 讓他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沒有回來啦 我要做什麼 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先取好圖子 然後產生配應的HTML 基本上我這個Panel 他沒有做成空盤 他也可以做成空盤 他也可以做成空盤 我在Panel的卡丘裡面 就做成空盤 那HTML 就是這樣 那我今天如果要把 我的 我今天如果要把 我今天加進我的畫面 或是需要 放一個HTML 我先拿 我先把所有的影片 我先拉自己去就好 我先攪開 我先去 如果要把 我要先把 我再把所有的影片 再拉一起去就可以了 下面多了一樣,這邊就是我前面,其他原體不一樣,他有空,任何的東西隨便去用 我們回到同一面,剛才這些我都已經跟過了,我們來說一下,從剛才的影片,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威廷他有一些優雜,我也要講講,他有些確定 第一個是說,就像大家看到,其實他很簡單,很快速的可以負責任,也很快速的可以開發 另外一個就是說,他的架構很有彈性,而且自己組合那些原件實際上並不困難 我可以在我的panel,可以再去其他的原件發發的一包之後,直接不夠想要用 或者是怎麼樣,基本上只要你想得到,你能做的話 缺點呢,第一個,如同我前面所說的,他的說明文件其實非常的不完整 甚至體驗那個,快速進階五分鐘,或者是怎樣 那些,他有官方提供的一些文件 我覺得都還沒講到一些他的文件 所以我覺得那個部分還需要再加強 那另外就是說,其實Wiki他這麼方便的,但是他有一個致命上就是說 比如說,他目前官方提供的這些原件,其實數目還不夠多 所謂數目不夠多,什麼不是說標準的那個HBM的那些原件他沒有 比如說FORM,比如說那些檔位,Color,對不對 那些他都有,可是我們需要一些更可能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所謂的Data Picker Data Picker,他也有新的完成他的提供 就是所謂的日期限期的功能 另外還有一些,我們需要做 比如說我們針對某些輸入的軟位 他可以去做Agent,然後去做民主的形態 此外呢,他分很多成果的,就像他的Agent功能 實際上呢,還是非常的養春的 可以說 可以說 可以這麼說,就是說他這Agent功能 是最近這幾個月才在這裡 所以他功能還很不錯 那這是他的缺點 那至於說,有很多人會喜歡比較說 我用這個缺點,除了好用之外 他的效能好不好 他到底會不會有一些其他的EH 可能會有一些這樣 基本上我是沒遇過 但是我不想保證一點點 所以我做Data Picker 因為畢竟發展中的東西有很多時候 他還是會面臨到就是說 他有一些考慮步驟選擇之法 那這個部分在美衡 那如果利益要說的話 OK 我覺得目前用過的這些Fay Walk 應該是比較實際的 好 呃 我們剩下還有十幾分鐘的時間 那我就跟大家Demo一下 之前我用Wiki做的一個專案 那他從頭到尾全部用Wiki 沒有用其他的東西 那他有用了一些外的部分 比如說像Screen之類的那些是用過的資料組 或其他部分 那因為不方便 不方便標示說這是哪一家工資訊 結果我們就同稱 這個是重任的使用客超過 我們是重科業能力 把文獸標去抓的感次 所以速度賣了一點 不要太在意 這個呢 是某個位上線的系 那 基本上呢 你看到畫面上看到很多東西 全部都是Wiki 那我Demo一下就是說 這個 從最簡單的開始 如果今天我要查詢一件時間 的東西 Wiki也會做得到 那一個BetaB 可能 可能 我們可以選擇 你要出發或是到底 然後開始查詢 那你看到的這個Table呢 就是Wiki的他手機做Table 那這個Table 基本上呢 他有幫你自動做白眼的 所以你不用自己做 他 他有幫你做排序的功能 那這邊我只開辦 然後呢 車次 這些 基本上 只要 其實我覺得 幾乎沒什麼限制 想得到的呢 他大概會做得到 他比較 他比較 背負一些 比較 比較 不常見的東西 他比較 比較 有一些 有一些遠界的 是自己做的 他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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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這些Table都沒有問題 然後他都像 還有 所謂的Button 好 剛才我講 就是他講 然後 會有一些 這個 這些 這些 那 基本上呢 我覺得 應付一些 系統 大概都是 操作的 那 大家可能要問說 奇怪 那AZs 在哪 好 接下來 跟大家講一下AZs 好 另外 在這個空檔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以後在網路上發現 類似的這種 那一定不是我做的 先品性關係 很難 麻煩 OK 我們這邊會看到就是說 其實這一個 他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選 要做 他會一直做製造家庭 那麼 這個部分 是 Wiki來解釋 好 如果 我做行為 要做 他會一直做家庭 就是 你不要複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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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剛剛要知道 你需要警察 自動會有的事例 自動會有的事例 謝謝你 您有的事例 好 到現在還不完 沒有告我 這邊呢 這一個元件呢 是自己做的 但是看之後的時間很難 就沒有做得下 網路上一些其他的部分 有辦法畫面 我要把那些圖形 簽在背貨 然後也是把你補虛 物理還給你 但是我要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就是說 根據我在網路上搜尋的結果 不管是怎樣的變化 現在的層次裡面的辦法 把99%的層次公立拆出的數字 都很便宜 所以這一塊不管怎麼做 你認為如果沒有什麼用 仿君子就放下來了 所以我們來 往去整一下 而且加這一塊我覺得很好 那一塊就是 好多種 好多種 那其實呢 可以說這一套系統是 第一次公布 因為 有些關係 所以他們官方還沒有公布 那如果公布出來呢 一定不是我 一定不是我 有問題 不用找我 OK 那一定是他們改換 好 好 這是我的內部 那接下來呢 嗯 我想我們就到這邊 到一個 一個段落 然後呢 嗯 我來一起公視一下 跟大家介紹一下公視 好 那如果 想一個 我大概花了很短一段時間 好 基本上呢 我們公司叫 杜國科技 我告訴你們 這次來的目的 是我們要找尋名產 如果大家 各 大家有朋友 缺工作人 或是怎麼樣 寫標客氣 再建議 我們 我們主要的技術呢 是在 V4S的資料庫部部分 那我們自己也有自己的 通通密集團體的產品 那這些架構給大家看一看就好 那 這麼多只要注意中間這個部分 那是我公司的產品 好 主要做資料庫貼 OK 好 接下來 我們進行去 那 歡迎大家 如果有沒有可能 認識的朋友 在找工作 或不是 其他部分 我們都願意介紹給我 好 那 那 簡報上面有我的 那個 我們真的確認才確認 很多 所以 方小弟的 讓我做出一集 謝謝 這樣子 我們一面還能夠在哪 好 那大家有沒有任何問題 好 如果沒有 我們就到這邊 那 有問題的 可以是你下來找 好 謝謝大家